大家好,我叫粉碎 我是一只鸡 可以喊我粉碎鸡 我的任务是 粉碎一切谣言 看看今天的谣言是什么 担心受怕没必要 水体流自己就能消失掉 这个是谣言 水体流一般是不会自己消失的 诊单明确以后 我们一般建议积极治疗 根据患者的症状 肿瘤的大小 还有内分泌的一个情况 综合这些情况采取 这固体化的治疗方案 大家好,这里是湖北卫视 饮食养生会 我是段仙海 本节目由顶级合作伙伴 不止稻米营养 还有花生浓巷的 金龙鱼盗谷先生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胖胖 湖北卫视联合 华算华算最华算的巨华算 共同推出超划算爆款好货 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湖北卫视或者五个酒 进入湖北卫视华算俱乐部 想去华算百亿补贴 全网低价天天有 我在这里等着你 在这里温馨提示您 在收看节目同时 可以关注饮食养生会 官方微博、微信、抖音、知乎 更多养生干货等着你哦 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专家 是来自于武汉协和医院 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江小斌教授,欢迎您 欢迎您 今天江教授来到现场 要给我们科普一个很陌生的疾病 但是却非常非常值得人关注 光名字就听起来比较陌生 叫垂体瘤 什么是垂体瘤啊 我们大脑里面呢 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内分泌器官 我们叫垂体 那么从这个垂体上面 长出来一个瘤子 我们叫垂体瘤 听起来有点吓人 究竟这个垂体瘤是什么 它是怎么引起的 我们今天就请主任医师 江小斌教授 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尤其是大家最关心的 这四个问题 看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是花生米啊 我跟大家看一张这个图片啊 从这个图片 这个圆圈上标的就是垂体 它我们在大脑的颅底 最中央偏浅一点点啊 为什么叫它是花生米呢 主要是从它的大小上来看 它这个大小跟我们那个 稍微大一点的花生米差不多 那么为什么说它的功能很重要呢 就是它是一个内分泌器官 分泌很多激素 它可以控制我们的身长发育 保护我们的新陈代系 所以对我们的人的人响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这个病啊 我没有太听说过 是不是意味着 它的发病率其实不太高 这个不对啊 它的发病率其实是很高的 国外的有一个尸检 结果发现尸检的里面 有25%左右都有垂体瘤 但是它没有垂体瘤 没有很多是没有症状的 没有症状 那如果说垂体上面 长了这么一个瘤 是吧 是不是就会影响激素的分泌呢 我们有一个分类 分两大类 一个是物功能性的 一个是有功能性的 那么物功能现在就表示 它不分泌这个激素 但是它是长过 是吧 它可以长到一定程度以后 会造成这个压迫的这个效益 就纯粹是物理上的进化 对对对对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如果说是分泌某一种激素的细胞 发生变化 长成瘤 那么它就会分泌相关的激素 你比如说 秘乳素性的 它就会 秘乳素就非常高 生长激素的 就是生长激素就非常高 那这个垂体瘤 那它是怎么引起的呢 它里边垂体上 怎么会长瘤呢 对 这也是病人经常问的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得这个病啊 其实呢 目前来说 全世界这个肿瘤 为什么会产生 其实原因不清楚 不清楚 一般来说 跟它的这个益传啊 包括放射线啊 包括环境啊 包括药物啊 等等这些综合因素 形成的 但是具体的某一个人 确确实实现在很难说 是某一种因素引起的 那说不出来原因 我们问问其他的啊 因为说到瘤 很有可能就是癌症 不过瘤要分良性 和恶性的 我想那这个垂体瘤 它到底是良性 恶性 垂体瘤是良性的啊 当然垂体瘤长瘤子 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种 叫垂体癌 垂体癌就是恶性的 但是垂体癌非常罕见 一般来说 它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所以一般我们 很少谈垂体癌 所以一般我们 就是谈垂体瘤 对 它是良性的 不用太害怕 刚才也老师 给我们简单定义了一下 垂体瘤 也许我们对这种疾病 比较陌生 但是它所带来的某些症状 也许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 说不定就可以 为您打一解惑 来看看您关心的是什么 长高一点谁不愿意啊 应该分种类 是不是指的那种巨人症 特别高的那种 已经不是正常的范围之内了 是不是长得这个 对 我们身高 正常的身高 是有一个范围的 但是对于那个长得特别高的 像我刚刚说的主任说的这个 巨人症 那么的话就要考虑 可能跟垂体有关系啊 垂体的话它有一个功能就是 分泌生长激素 对 对 那么我们能不能长高 其实就是看生长激素 如果说这个人长了这个 生长激素型的垂体瘤 那么的话他的生长激素 会大量的这个分泌 特别是在它是在处于这个 生长发育阶段的时候 那么他就过去就 蹭蹭蹭蹭地往上长 那么的话就长得非常高 您在领床上见到这样的病例过吗 见过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见到的另外一个情况 更多一些啊 那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他在那个生长发育期 以后得这个病的 那么他就表现为另外一种形式 他就不长高了 那么他就是叫 我们叫枝丹肥大症 它的这个肚子就变抽 变抽 那个面部的这个轮廓也变厚了 比方说俄骨啊 船骨啊 就是增厚 它就叫横向发展 对 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 就叫枝丹肥大症 特别是成年以后 出现在容貌的这种改变 距离的这个改变 那么就那基本上可以考虑 就是这个病 还有一个经验 就是到了成年以后 一般我们的鞋子 鞋码都是固定的 不变了 它就变 可能今年是41 明年就42 后年就是43 它不停的变化 它是速度特别快 是吧 对 对 那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得了垂体瘤 垂体瘤的影响肯定是很大 我们就这个生长激素性的垂体瘤来说 出来我刚刚说了 异常的长高 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骨骼的增生 是不是 它这个骨骼增生是一种异常性的 是不正常的 容易引起这个骨质收松 对吧 骨质收松 那么另外一个呢 它对我们的链膜肌肉都会肥厚 那么这种人会 所以往往会合避酸症 就是它这个链腔的黏膜 也淹卜的黏膜会肥厚 肥厚 你不要看它的外面的打 它里面也肥厚 所以它的管腔很小 所以这种人往往是酸症 大家想想酸症对大脑 肯定是有影响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还有一些潜在的影响 它会引起我们的代息 它会引起血糖高 这种病种往往会 你一测它的血糖 就是高血糖 大家想想有糖 就相当于就是糖尿病 那么糖尿病对前身的 血管对身体的机能 肯定都会有影响 而且会影响它的寿命 朋友们 湖北卫视联合划算划算 最划算的聚划算 共同推出超划算爆肯好货 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湖北卫视 或99999 进入湖北卫视划算俱乐部 向聚划算百亿补贴 全网低价 甜甜有等你来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大家关心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垂体瘤更爱找上年轻人 垂体瘤更爱找上年轻人 哎呀 其实刚才老师说了 是年轻的发病率很多 但是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垂体是一个 内分泌器官 对 是吧 我们知道年轻人 包括这一中青年啊 这个激素是吧 是出一个更旺盛的一个分泌阶段 对的 那么你在那个垂体 在这个中青年的这个阶段 是一个高手术术的这个 一个状态 是吧 那么它就受外界的因素 包括异传 包括等等那些因素影响 它是容易出毛病的 对 那么这种毛病 一般积累到一定程度 那么它有可能就表现为 是吧 不受控制的生长 就是一个垂体瘤 您了解到的 目前非常年轻的 最年轻的 得了垂体瘤的朋友 年纪有多大 在我手里面 做过手术的 最年轻的是 十一岁 它当时是什么症状 它主要还是一个 视力下降 视力下降 对 对 影响到视力呢 前面我们讲过 垂体瘤 它出到分泌这个激素 这种功能 它还可以长大 是吧 长大到一定程度 垂体的上方 正好就是视神经 压迫了 压迫这个视神经 那么造成病人的 这个视力的下降 包括视力缺陷 所谓视力缺陷 就是我们看的范围 有这么广 它可能是看的 这么大 对 所以它不是干扰了 激素的正常分泌 而是因为它的物理性的 压迫到了视神经 了解了 其实不单单是 在年纪上 可能爱找年轻的朋友 好像说是不是女性会比男性 是吧 更受视神的欢迎一些 这个是这样的啊 就是看哪一类型的啊 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有一类叫 蜜乳素性 垂体腺瘤 那么这一类的话 顾名思义的话 它就是分泌这个蜜乳素 是吧 蜜乳素这个虽然男性也有 但是女性特别是 比如说她怀孕生孩子以后 是吧 蜜乳期间这个蜜乳素 就比较高啊 就是比较高 所以这是一个女性 特殊的一个 这个生理状态 所以女性呢 往往容易得 这一类型的这个垂体瘤 当然男性也得 男性很少 无论这个表现以外 还有其他的影响 其他的 比如说还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月经 对于女性来说 这是非常 她的比如说年轻的女性 突然月经不来了 她肯定会在意这个事 她就会到医院去 其实这种病人 还有可能去 更多的去的一个科 就是妇产科 妇产科 妇产科 她才会到妇科去看这一事 看这个病 妇产科医生 她往往她一查了 医疚激素 如果激素很高 她也会建议到我们科来看 刚才您提到 这不是只有女性 才会受其干扰 其实男生也可能会因为 秘乳素的分泌问题 出现症状 而且罪魁祸首 竟然就是催体瘤 对 所以这个不是女性都有的 她只是说 女性的发病率 要比男性要高得多 那男性的表现是什么呢 对 现在表现 其实它 主要的就是一个 这男性功能 性功能方面有影响 包括这个 弧顺比较少 或者是皮肤变白 就是有女性化的这个 表现 包括它的乳腺 有可能会 稍微增大一点点 对 真的不能小瞧 这个花生米 太狡猾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引起足够的重视 千万别忽略掉脑袋里 这个花生米 那我们一旦怀疑有问题 我们应该到医院去 做哪些专业的检测呢 最常见的 也是最方便的 两个检测手段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图体的磁弓症 磁弓症 那么这个磁弓症 分辨率很高的 它会很清楚的 这个把这个垂体的形态 显露出来 我们做磁弓症 可以做有整个头部的 或者是直做这个垂体的 如果我们怀疑 是这个垂体 那么我们直做这个垂体 这个垂体太小了 这样就可以跟它放大 这样的话 里面形态有任何变化 我们都会看得一清二楚 它另外一个检查呢 就是我们抽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垂体是内分泌器官 然后我们就要 查你的内分泌 各种激素 包括性激素 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甲状腺激素 等等 这些激素一查 看看你究竟激素 有没有异常 这些激素是通过 什么手段来检查 这样抽血就可以 抽血就足以 很方便 很方便 所以说呢 面对这种比较陌生的疾病 也不用害怕 一旦发现有一些异常 就到医院去做专业的检测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垂体瘤的治疗方法 你了解吗 真的万一不小心 真确诊了就是垂体瘤 怎么该怎么治呢 垂体瘤的治疗啊 它是采取的这个 根据病人的年龄症状 肿瘤的这些大小 等等这些因素 包括有没有这个功能 是吧 来采取的一个 全国体化的这个方案 有的你比如说 年龄很大 肿瘤很小 我们可以 有没有什么功能 叫无功能性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采取就是观察 观察的话 就是每年来 试图的刺痛症 我们来看这个肿瘤 会不会有变化 如果有变化 我们再来考虑 要不要手术 那么对于 还有垂体有功能的 那么根据它分泌的 不同的激素 来决定是药物治疗 还是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啊 对 我想我哪些人 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还是可以保守 治疗一下就好 对于无功能性的 这种垂体瘤来说 如果肿瘤很小 比如说一公分以内的 没有什么症状 我们可以观察 这个就不需要 暂时不需要 那么急的去做手术 但是对于这个肿瘤 已经比较大的 压了这个视神经 是吧 这人造成了危害 或者是里面有 读别足中 是吧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建议 还是要积极的 这个手术 它这个肿瘤 会大到 比这个花生米还大吗 那要大得多 我们说一个 花生米大小 大概也就是 几个毫米 那么我们肿瘤 大得可以 你这么最大的 大得有六七公分的 六七公分 那就是 六七公分是什么概念的 就是我一个船头 就是大概七公分 是不是这样脑子 都会有问题了 整个脑子才多大 全部都被挤压了吧 那也不至于 但是它会 首先影响的 最初就是说 影响的是视力 它会压破视力 压破最厉害 再往上顶的话 它可以压破这个 下丘脑 出现脑积水 等等 相关的症状 那我就会 不太愿意 做这个手术 因为垂体 它长在脑子里边 做手术 不是得把 我脑子都打开吗 开颅 多吓人呀 因为垂体 它长在脑子里边 做手术 不是得把 我脑子都打开吗 开颅 多吓人呀 这个是有点误解 其实我们现在 做手术的话 极大多数 有95%以上 我们都是精鼻做 不用床的 不用开颅 那这个还不错 我们从这个图片来看 这个地方就是垂体 那么我们正好 就是精鼻腔 把这个镜子 可以伸进去 看到这个垂体 在直视下 找到这个瘤子 把这个肿瘤 给切掉 那么这个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看得清楚 第二个我们是利用 鼻腔的这个 滋软的这个生理通道 不用开颅那种 牵牢组织 对脑组织造成损伤 这个 所以这个现在目前 95%以上的手术 都可以用精鼻 当然我们精鼻里面 其实它还有一个 分两类手术 一类就是传统的 我们叫 手术 精鼻手术 一个就是现在最新的 这个内镜 神经内镜 精鼻手术 这个显微镜 跟内镜差别在哪里 显微镜我们知道很大 它的光线只能从 鼻腔外面 鼻孔 从鼻孔穿进去 那么的话 它看到的东西 是不是有限的 光线进去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内镜 就有个什么好处 内镜比较细 大概就是 我们现在用的内镜 是4毫米 4毫米 它从鼻腔里面 伸进去以后 那么可以近距离的 它不受光线的限制 它可以近距离的观察 那么也就是说 以前显微镜 它做手术的话 它的光线是有限的 它完全凭医生的 这个手感 那么我们现在 内镜的这个技术 我可以在切的棍中 把周围的 正常的垂体 包括正常的血管 神经 看得一清二楚 是吧 那么我再指示一下 一点点来切 那么它前期率高 并发症 也相对来说 也低得多 那除了对医生的 这种技术的要求以外 那我对病人本身 有没有要求 比如说我的年龄 身体情况 或者是有慢性病 这些会影响它吗 会 所以我们做这个手术 一定会对病人进行评估 就是身体的这种 各个机能进行评估 你一定要达到我的 至少最低标准吧 哪些人就不适合做了 你比如说它进气一发 它的心梗 是吧 这就不行 你比如说它的血压很高 它控制不好 是吧 那么我们一定要 想办法把它的这个血压 控制好了再做手术 你比如说 就是这个护前的检查 对 那你想 我得了这一病 我既然选择了做手术 但是我想 我已经挨了一刀了 钱也花了 人也痛了 我就担心 做完手术之后 还会复发吗 会 会 对 那我做什么 做不做了 不做 我们说这个复发 是一个概率事件 概率事件 是有复发率的 这个是个 要科学对待这个问题 因为做手术 作为我们外科医生来说 手术是永远 是最后一步 是吧 你是得了病 是吧 你是没有办法 才能做手术 你不做手术 你比如说 我刚刚说的 肾脏激素线流 它会影响你的血糖 包括我们那个 就是从肾脏腺 皮质激素线流 它的寿命 平均寿命 大家知道是多少吧 得到这种流子的 就是那种 向心肥胖的 它的平均寿命 大概就是 4546岁 哎呀 你看我们正常人的 平均寿命是多少 七八十吧 就是啊 这隔了多远 你说你得了这个病 你知不知道 是 那你还是的 所以开刀 虽然说我们 谁都不愿意开刀 是吧 做手术 但是的话 它毕竟给到你一个 新生的这个机会 是吧 老师那脑垂体 这边做手术之后 对于它的正常功能 会不会有影响 可能会有影响 但是随着我们 技术的提高 这个影响 已经降得非常非常低了 江老师 我最后有一个问题 就是手术后啊 这患者的护理 或者是 他需要注意什么 这样的啊 就是我们现在 这种手术 已经做得非常微创了 我们做完手术以后 只要病人还好 我们都主张 尽早的下床活动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当然我们也要 舒服地要观察 观察一些 包括刚刚说的 大家担心的 激素的变化 是吧 我们要包括电解质 包括尿量 包括这个视力 等等这些观察 如果说早期 这些观察情况还好 病人很快就可以突厌 我们有时候做的 突厌比较早的 两三天 比较好 两三天就可以突厌 出现以后还是要注意 那么的话 一个是 激素的一些变化 是吧 我们要定期去复查 这个激素 是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前面我们讲过 它还比经 还是有一个复发的 一个几率 是吧 复发几率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会建议 病人每年 还是要复查一次 这个垂体的这个死攻阵 如果你有复发 我可以提前发现 是吧 提前发现的时候 那个时候牛子 还不是很大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 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 你比如说 挡刀 就是一种射线 是吧 用射线来到它 是吧 这个就避免 病人可能是 有第二次 是吧 等牛子长得很大 第二次再来做手术 因为往往我们手术 一次会比一次难 是的 对 所以说的话 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对于垂体 健康方面的呵护 好的 也再次感谢 今天江苏文来到现场 给我们科普了 这么多重要的知识 谢谢 谢谢 好 再来我们就把时间 交给胖胖 让我们一块进入到 今天的金龙鱼 稻穀先生 古物油 更健康 厨房环节 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古物油更健康 欢迎来到金龙鱼 稻穀先生 健康厨房 我是胖胖 我是贤贤 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 龙利鱼 龙利鱼 我相信您在家常吃 为什么呢 因为它 首先说说价格 便宜 对 营养价值非常高 丰富的蛋白质 而且口感呢 非常的细 没有腥味 然后所以咱们今天 教大家一道 香煎龙利鱼 看看我们今天 要准备的食材有 主食 龙利鱼 柠檬 淀粉 这么简单 对 因为龙利鱼没有刺 然后所以大家在家吃的话 完全不用担心这种问题 所以咱们只用煎一下 家里柠檬汁提一下鲜味 就非常好吃 非常香了 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 应该做什么 好的 我们先开锅 倒油 现在倒入金龙鱼 稻穀先生调和油 好 在油烧热的期间 咱们可以先把龙利鱼 腌制一下 咱们的鱼也腌好了 我们慢慢地烧的油也好了 我们龙利鱼就直接下锅 其实龙利鱼 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因为它里面没有刺 对于小朋友来说 吃起来是非常方便 减少了被鱼子 卡喉咙的一个风险 咱们香煎龙鱼 肯定是需要一点点 刺激的味道的 像我们旁边准备一个柠檬 柠檬的香气还有酸味 完全可以把龙利鱼的鲜味 给提出来 对 所以咱们现在切一点柠檬 一点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在锅中挤入柠檬汁 然后再让它稍微煎一下 把那个柠檬的酸味 稍稍蒸发一点点 对 如果您觉得味道不够了呢 还可以再加一点点的生抽 提点颜色 稍微翻拌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 这样一道健康的 美味的龙利鱼就做好了 今天的这道菜 你学会没有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等着你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同时 还可以关注 饮食养生会 官方微博 微信 抖音 知乎 更多养生干货 等着你哦 再次感谢江主任 感谢 谢谢 谢谢主任 好的朋友们 你是杨正慧 明天后期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